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今天吃什么的第16期啦 那我们就先从早餐开始做起吧 油条的部分呢 我之前有分享一个专门的视频 那么从面团的制作呢 到这个炸制的过程都有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那只视频哦 那自己在家里面做油条呢 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放心 而且呢也非常的好吃 豆浆的部分也很简单 那这个是前一天晚上泡好的黄豆 然后放到豆浆机里面呢 去把它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切一下中午要做的一些配料的部分 那罗宋汤呢会用到一些 洋葱胡萝卜还有卷心菜 那如果大家有那个西芹或者是甜菜根的话会更好 那我这里呢就是用一些剩下的食材来做 所以呢就无所谓了 事情炒饭的部分呢也需要一些洋葱 还有呢就是一些口模和这个小的杏鲍菇 另外还需要一些青豆粒和玉米粒 还有一点点的青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还需要用到一些去皮的番茄 那水开之后呢 把番茄放到水里面 大概十几秒钟 就可以拿出来去皮切块了 这个品志愿者 杨栋梁 来准备做罗宋汤的部分 因为这个汤呢做起来比较久一点 那先在锅里面加入一些橄榄油 之后呢下入这个洋葱末 洋葱炒香炒软之后呢 就加入切好的蒜末 接着加入切好的牛肉块下去进行翻炒 稍微翻炒之后 加入已经去皮的番茄块 接着加入一罐那个罐头番茄 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水了 那其实这里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加高汤 那我这里因为本来也有牛肉了嘛 所以就直接用水就好了 汤里呢我稍微加了一些黄糖 去中和一下番茄的酸味 然后呢放入几片香叶 先调大火煮开之后呢 撇去汤里的浮沫 我按照自己的口味呢 在汤里加了一点点的披萨草和罗勒碎 还有呢就一点点的辣椒粉 其实我之前因为也是吃过带有一点点辣味的罗宋汤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呢自己也稍微加了一点 调小火煮大概50分钟左右 50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盐和黑胡椒来调一下味道了 那可以稍微的尝一下再去进行调整啊 接着呢我们就加入切好的卷心菜 再盖上盖子呢去煮大概10分钟左右 接着来做炒饭 那油热了之后呢 先把两种蘑菇下去翻炒 这个水分呢一定要充分的炒干哦 这样才会比较香 稍微来一点糖弄去提一下整个的味道 接着呢加入适量的盐 把米饭呢拨到一边 然后我们下入酱油 让它充分的炒香一下之后呢 再提个米饭融合到一期 出锅之前呢 其实可以稍微加一些鸡精 来提一下味道 这个抹茶毛巾卷 这个抹茶毛巾卷我也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单独的制作视频哦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 那这个甜点呢 它也不需要用到烤箱 所以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容易操作 而且味道呢也是甜而不腻 非常好吃 清新的味道 就是那么多的 一边就要吃了 这边就要吃了 去那边 这边就要吃了 这个甜点 这个甜点 就要吃了 这个甜点 就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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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就要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